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这次要来整理,即龙珠动漫里有出现的,王子达尔打败过的所有敌人,让各位一起回顾,王子的辉煌战绩吧,那由于整理的是敌人,所以原本的同伴那霸,以及毫无敌意的舞蹈会观众,就先不整理进去咯,那话不多说,开始吧。 栽培人,这是在龙珠外传,巴达克一个人的最终决战里,小时候的王子在训练室训练时所对付的,总共有五只,出现后很快就被达尔斐打倒了。 是说王子来到地球后,也还有打倒一只,只是那只不是敌人,是被那霸制造出来对付立战士们的,但由于被天津犯打趴,看不下去的王子,就直接一击将他打爆,并威吓之后的栽培人们, 要他们尽全力战斗。不知名外星生物,达尔与那霸首次登场时,手上吃的,想必应该也是与王子奋力一战后,才落得这种下场。 重族外星人,七龙珠丽动画里才有的,王子跟那霸来到都是重族外星人的星球,王子先是虐杀了监狱守卫,紧接着又将充满敌意的士兵,其重族统治者给打倒,最后甚至还将整颗星球毁灭。 悟空,首次与悟空一战,原本可能会输的王子,变成巨猿后,成功扭转局势,将悟空打得无法动弹。 虽然后来,被雅琪落贝,克林以及悟犯的配合,导致败匪,但这场应该也算是有将悟空给打倒。 雅琪落贝,巨猿化的达尔,被雅琪落贝砍下尾巴,变回人样,准备攻击掌出尾巴的误犯当下,雅琪落贝又用刀向他砍去,虽然达尔有受伤,但随即站起后,就用一脚跟一拳,直接将他打趴。 狄多拉,自称是达尔的劲敌,追击王子来到纳美克星,虽被王子的战斗力吓到,但还是发出猛攻,只是最后还是被王子的一记肮脏烟火给打爆。 多多利,在纳美克星时,面对洛丹的大王部下多多利,达尔主动与他战斗,并很快速地将他给解决。 智诺长老村子的纳美克星人,为了夺取纳美克星的龙珠,达尔来到了智诺长老所在的村子,面对众多的纳美克星人,王子很轻易地就直接将他们灭村,并找到四星球。 阿普鲁,达尔落败于上坡后,被带回弗利沙的飞船上,大王他们为了获得龙珠的下落,于是阿普鲁被派去用治疗机,帮王子治疗,只是当王子醒来后,一急就将他给封爆。 上坡,第二次对战上坡,由于王子从兵死中恢复,战力大幅提升,所以面对变身后的上坡,也不足畏惧,最后用强而有力地一击,打倒了上坡。 吴鲁,基纽特战队的一员,他是在与悟范和克林对战时,被达尔偷袭给砍下脑袋,然后被打死。 利克姆,基纽特战队的一员,原本他是狂越王子的,但在悟空出现将他打趴后,他却惨遭王子捕刀而死亡。 巴克,基纽特战队的一员,也是被悟空打倒后,被达尔捕刀而死亡。 气势,他也是基纽特战队的一员,队上吃了仙豆,并从兵死中恢复,战力再度提升的达尔,他根本没什么还手之力,后来还直接被王子的一发气功,轻松解决。 基纽,基纽特战队的队长,纳美克星片里在与悟空换身后,被达尔轻易给打倒,之后换身到青蛙身上,意外的王子放他一条生路,只是到了龙珠超黄金弗力杀片里,终于有机会再次登场的基纽,却一下子就被王子给秒杀。 人造人19号,人造人片中,悟空被19号打倒后,达尔突然一脚踹飞19号,接手与他的对战,并立马变身成超赛,很快的顺利将19号给解决。 基纽特维拉,剧场版百亿能量战士中,也来到新纳美克星的王子,跟悟空一起对付基纽特维拉,在缠斗许久后,达尔发出连续的气功弹,终于顺利将他给解决。 只是才刚躺下来休息,却又见到更多的金属克维拉。 人造人15号,剧场版三大超级赛亚人里,达尔对上矮矮的15号,在变成超赛后,用了一拳将他的头打掉,顺利将他解决了。 莱基博士的部下,这几位是在龙珠例外转赛亚人灭绝计划里出现的,是悟空,悟犯还有比克去破坏装置时,达尔跟达克出现帮忙,并有一起将这些莱基博士的部下给打倒。 克维拉,在七龙珠超级赛亚人灭绝计划中,出现了有死绝之气,而再度现身的克维拉及弗利莎等人,虽然刚开始不好对付,但在部马破解了装置后,王子就用一击气功,直接将死绝之气版的克维拉瞬间解决。 莱基博士,在亚人灭绝计划及超级赛亚人灭绝计划中,众人一起对付莱基博士,而他被打败的攻击,就是由王子所发出的终极闪光。 哈奇亚克,在亚人灭绝计划及超级赛亚人灭绝计划里的最终敌人,是由众人一起攻击下,才将他打倒的,王子也有出一份力,所以也算得上是他打倒的敌人。 菲菲,魔人朴无偏,达尔与悟空,借王神来到了巴比迪的飞船内,所遇到的敌人,由王子出战,并很快地在位变成超赛下,轻易将他轰碎。 莫克,龙珠丽最后的那场舞蹈会,达尔的对手,只是在比赛开始前,因为话多去向王子呛声,竟直接就被王子的一击给打飞,倒下了。 福利沙,剧场版复活的F级龙珠超黄金福利沙片中,悟空因偷袭被福利沙打败后,王子马上接手,并变成超蓝,将大王痛殴打倒,虽然最后一级是靠悟空把大王打死的,但达尔也算是有打倒他,所以这里我也有算进去咯。 福洛斯克,龙珠超第六宇宙片中第六宇宙的选手,外形与大王相似,达尔上去与他对战,变成超赛后,用一拳就将他打出场外了。 欧塔玛戴塔,也是第六宇宙的选手,是个金属人,虽然他极其难对付,但在王子碰触他弱点后,就轻易将他打倒出局。 欧塔玛戴塔,第六宇宙的选手,也是赛亚人,在擂台上与达尔对战时,被王子成功激发,学会变身成超赛,只是在超赛篮的达尔面前,还是不堪一击,一拳就被打晕倒地。 霍普,龙珠超宇宙生存偏离之大会上,第九宇宙的选手,拥有非常长的指甲,外表类似猫人,在与达尔的对战中,被王子用快速的攻击,给打败掉出场外。 奥勒康诺与西索普,第九宇宙的选手,用丝线的是奥勒康诺,而比较巨大背后有刺的是西索普,两位是合力攻击王子,一同被王子打倒出局的。 贝尔加摩,巴吉尔以及拉边达,第九宇宙的三名选手,三人合共悟空与达尔的当下,被两人一同打倒出局。 古兰,第二宇宙的选手,主要能力是反射攻击,但与他配合的同伴,由于被天津犯带出局,而在这种情况下,他还被洛塔博士缠住,紧接着王子直接放招,就马上被轰出场外了。 洛塔博士,第六宇宙的选手,原本享用能力,打倒第二宇宙普兰的,只是都还没展现,就被王子的攻击,与普兰一起被打出场外。 阿尼拉萨,第三宇宙的帕帕洛弥,波拉雷塔,可伊兹凯及潘奇亚,所合体的战士,是由王子与悟空等其他人,一同合作,将他打倒出局的。 托波,荔枝大会的尾声,变身成超赛蓝进化的王子,使用了当初对胖普屋的招式,成功将第十一宇宙破坏神后谷的托波,给打倒出局。 卡特佩斯拉,第三宇宙的选手,拥有转换特性的能力,在漫画版里,他是被王子的一发气功,打倒出局的。 明克,第四宇宙的选手,属于力量型,也是在漫画版里,跟卡特佩斯拉一样,被王子一击打倒出局。 以上就是,达尔所打倒的敌人,实际整理下来,才发现其实王子没有那么悲剧,打倒的敌人,根本多到甚至无法数出来呢? 那不晓得王子打败过的敌人中,各位对哪一位印象最深刻呢? 或是还有咯,也都欢迎留言分享给我哟,那我是波卡多,喜欢我的影片,欢迎分享或订阅波卡影片,下次见。